刚刚先讲四十六 那这里的话呢,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因为这都比例不知道 他理论上应该是给我们这个底边 因为我们用那个多边形的话 要不就是一个中心点,内接或外切 要不然就是给一个边 那我们不知道的话,那我们给个大概 比如说你这边给个九十好了 画出来多边形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把这边画一个线 这边再画一个线,就对角线 然后会有个中心点出来 有个中心点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画出这边 这个是什么,切,切,切 那画出一个之后一个环形阵列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这个这个 要的这个这个形状 那最后再用比例的方式重新定义就可以 这一题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比刚刚的那一题还稍微简单一些些 那第一个我们先选多边形 那数量的话,我选输入5 Enter 然后呢 这边他问你说你能不能中心点 或者一个边 那我没有中心点,所以就输入1 Enter 那第一点先给他 第二点的话呢 就向右往90 Enter 那再来的话,我里面呢 用画线的方式 从上 到下 中心点 这边也是一样 到中心点 接下来的话呢 绘制里面 这个切切切我想用蛮多的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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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的话呢 再用环形阵列 那这个环形阵列用很多了 OK 选这边 空白键一下 中心点 选这一个 点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几个呢 五个 特别是在底下输入 5Enter 360Enter 最后再按一个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把这两条线删掉之后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可是标注一下 这边到这边 应该不是我们要的尺寸 OK 这个一百多 那 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样 重新定义一样 比例 选取 空白键一下 基准点给他一下 然后 Enter Enter 然后 参考的 就是从这边 到 这边 然后给他多少 94.5Enter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重新定义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标注就会更改 OK 把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题稍微比较简单一些些